看速度 荷莱军这边有机会面对空门了 还在犹豫吗 赶紧射门 应该是后卫跟赵普亮之间的一个防守的失误 这一次永昌这边遭遇了重大的打击 在比赛进行到第27分钟的时候 保定荣大这边由何泰君再下一程已经是取得了两球的领先 我们看慢动作这一球首先是没有越位 何泰君这一次起诉真的是快 对 这一球首先是卡住了一个后背回坠的位置 把这个后背直接是冲着门将身上去挤 对 应该是赵普亮的出击失误的责任可能更大一些 他出击并没有直接踢到球 他有些犹豫 是这样 好